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因为很多企业本身并不具备做SEO的人才 而且也自认无法承受百度竞价的投入 他们还是只能寄望于通过合法的SEO手段 提升网站的排名 所以他们经常咨询 我如何才能选择到一家好的SEO公司 在回答这类问题的时候 先告诉企业以下三点 一 假如你没有安排专人 坚持按照一定的要求 更新网站内容 SEO的效果是不能保持的 二 即使你请的SEO团队很好 他们也只能承诺在一定时间内 一般是36个月的排名效果 如果要继续保持 你也得继续付费 三 任何在乎口碑的SEO团队 都不可能承诺保证你的关键词排名位置 他们只能承诺通过网站排名优化 使你的网站流量和流量质量得到提升 尽管他们最关键的手段 是使一大批相关的关键词搜索排名 得到整体提升 假如对这些问题没有一个正确的人士 企业要么对SEO技术充满过高期望 要么会选择一些 号称一个月 甚至更短时间内 就能见效的来SEO团队 这种团队 我个人认为 更多会采取各种作弊的方法 快速提升排名 请参照我眼中的百度优化 是什么样子的 因为见效快 回款也快 往往就可以不考虑被搜索引擎惩罚的后果 毕竟被搜索引擎认定作弊 然后被惩罚 还是有一个周期的 我建议企业和SEO团队签署一个长期优化协议 比如和愿意维持一年以上效果的团队合作 要在一个较长周期内保持SEO效果 仅仅采用作弊手段 是很困难的 这样的合作可以有效防止 SEO团队采取恶意作弊手段 获得排名 最后给想选对SEO团队的企业三个建议 一 尽量选择本地的服务团队 虽然网络的事情都可以通过网络解决 但人的信用问题 没办法通过网络解决 如果要选择网络团队 必须认真了解他们的口碑 而不要关注费用 建议验证SEO团队网站上的典型客户 了解他们的实际效果 二 不要相信短期内就可以保证排名效果的技术 这很可能是作弊 三 为了做好ICO 往往需要对网站进行全面改办 在这方面 投入的费用和时间 企业也要做好 充分估算 不得了 决定 包团队